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大家介绍我们曾经在4月底5月初参加了Nebraska Omaha的Warren Buffett股东大会的50周年这个大会非常有意义的一次的股东的聚会 在那一天我还结识了一位新朋友他今天就是我的座上嘉宾 现在我们正式来介绍我们在湾区已经从事房地产六年之久的 并且他的专精的地区包含的范围从北到南从西到东非常广泛的非常资深的专职的reelter 他的名字叫做Andra Zhang Andra你好 你好周乐 记得吗我们在那天在股东大会上见面 对那是一个非常之有趣然后见多识广的一个大会 是并且在那一天呢我们觉得非常惺惺相惜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女士又都是从旧金山来的我们就好高兴啊 然后谈话谈的也很融洽一回到湾区我们马上再度的又联络起来了 才知道您讲做的是房地产房地产是我心中这一块最宝贵的一个职业 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朋友里面都非常注重房地产的投资 再借着Warren Buffett的一句话 他是value investment的鼻祖就是价值投资 对 价值投资跟房地产矽谷弯曲的房地产中间的这个谋合之处在哪里呢 在任何一个无论是市场好或者是不好 我们都是要看看房子的一个本身 它自己的本身的价值和你自己一个需求 我们有时候投资的时候或者买房地产的时候 不要因为一个market大家是一窝分的去买房子 而是一窝分为买而去买 那当然当房子crash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因为大家恐慌而错失了一个非常之好的机会 所以value investing不但是可以用于在一个买股票上面 用在房地产上面也一样是可以试用的 是就想就让我想起来两件大的事情 一件是纽约的911 那个时候好多金黄失措的人都纷纷逃离纽约 那个时候我们在节目中就曾经讲到 千万不要怕纽约它有一天会站起来 并且价值会比以前还更高 果然如此 果然就是现在 那Andra您自己是从香港过来的 对 香港在1997年的时候也经过一个负资产的时代 那时候你体验过吗 当时自己还小但是家里人也是炒房子的 那真是经历过97年从97年到2003年那一段时间 那个房子真的是看着它就是96年的时候真的每个人都是在炒房子 然后到了2003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词叫腐资产 你很会讲广东话 谢谢 那个富资产就是你的价值呢 有1MDrop down to half a million 就是50万 横刀砍半 横刀半腰债 这样子 对 所以也经过6年才慢慢恢复 才慢慢恢复 那当然经过了低股币有高潮 后来我们又看到08年以后 1010年香港的房地产又是一个一波非常之大的高点 这样的 的确是 所以危机就是转机 那Andra这个对于您现在在美国做房地产 跟自己的家里就有房地产的经验 虽然是在不同的国度 对你有什么帮助 非常有帮助 因为你一定要经历过低股 才能知道就是在低的时候 当别人恐惧的时候 你真的是不要怕 那就是机会 当别人都已经很疯狂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变得很谨慎 就像Warren Buffett说的 就像Warren Buffett那样的说法 对他说只要利息还是保持在低点 房地产啦 还有其他的像股票啦 这些资产的投资都算是合理 都不算是贵 也用我们的李嘉诚的话来说 当房地产投资永远是量力而为 就是你有余力 余心余力的话 你尽管可以放一点 当然你没有余心余力的话 哪怕你外面市场再疯狂 你一定要看好自己的看家本钱 所以说某一些方面 你也是还蛮conservative的 一定要在你做你的投资之前 想到最好退化的打算 是好的 在房地产方面 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一个就是屋主自住屋 另外一个就是投资物业 在屋主自住屋部分呢 我们请Andra告诉我们 你专精的城市有哪一些 好 我自己专精的城市呢 就是在Tri Valley Tri Valley呢就是如图所建 我们如果你做开高速公路 是580和680交界 那边有三座新兴的城市 分别是Pleasanton Dublin和St.Ramont 那如果你是做Bart的话呢 专门也有一条线路 叫Dublin Pleasanton 是一条蓝色的线路 那会到一个就是 两条高速公路交界的地方 那边 哪两条 580和680 580和680之间 对 那我们就用这个Tri Valley 作为一个发射点的话 距离旧金山 这个是在东北方吗 旧金山是在东北方 没错 对 好 那距离矽谷湾区 我们矽谷湾区 是要沿着101一直下来 对 所以从Tri Valley 一直到矽谷湾区 比如说爬老头来讲 不塞车的话是多久 好 这样来说吧 如果我们把湾区当成一个原图来说 旧金山在右上角 然后Cupertino是在右下角 那你的Dublin和Pleasanton呢 就是在圆圈的东边的中间 中间 就刚好是一个Triangle的感觉 对 开车的话呢 如果从旧金山不塞车的情况下 大概是30分钟 坐Bart的话呢 大概是从Duntown San Francisco到Pleasanton 大概是45分钟 现在居住在一个地方 然后在另外一点上班 坐Bart的人越来越多 非常多 对吧 因为大家都很不喜欢 塞在马路上面那个感觉 的确是 坐Bart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了 的确是 好 刚才提到了Tri Valley 就是Pleasanton Dublin跟Cerial Moon 对 那么对我们这些华人朋友来讲呢 当然 原美国梦就是要拥有自己的住屋 但是住屋呢 又要适合自己孩子的 对孩子的交易 非常非常的Expectation高 这些地方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非常之好 这样来说吧 我们在那个三股的地区 几乎80%的学校 API都是800分900分以上的 其中呢有几座学校 就比如说在San Ramon的 Dolferty High 它是跟那个Cupertino 还有那Mission San Jose的 高中是齐分的 对还有一间就是Middle School 它的是跟Cupertino的 我忘记没没 我一家Middle School 是整个加州 大家并列排行前三名 对还有一些高中 比如说Pleasant Armado High 它那边的一些Ivy League的 学生录取率 几乎是跟Mission San Jose 就是一些很传统的高分地方 是差不多的 原来他们的学校的师资 还有学生的这个成绩表现 已经这么好了 他们向来都是很好 只是我们以前比较忽略 忽略这个地区而已 是我们现在看到 荧光屏上面现在有一栋房子 这个是在Doublin的Single Family Home 要价是134万 这个房子是最近也上市 也已经under contract了吗 这栋房子是我大概一个月前 帮我的一个客户成交的房子 那这栋房子呢 您可以看到它是有前庭后院 它是134万有3400多尺 然后呢它整个地有占地是8000多尺 这是flat 那一层一层两层楼 是平地 但是房子是两层 那最可爱的地方呢 就是它后院是 可以看到整个Tri Valley的山景 晚上 无敌的美景 无敌美景 万家灯火 繁星点点 真漂亮 真的是非常漂亮 所以它这个房子是已经几年了呢 这房子大概是15年新 就2000年之后做的 其实在整个Tri Valley 绝大部分的房子都是2000年 或者1998年以后建的 因为是这样城市比较新 所以它的规划就比较好 绿化值也会比较 覆盖率就会很高 是 那么我们要了解一下 因为我也知道 在Tri Valley这个地方 也受到2008、2009 那个时候金融危机 房价也跌得很多 现在的价格跟跌下去之前 相比是怎么一个比例 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到 跌下去就2007年最高点 而且有某一些地方还是在往上 已经超过了 既然如此 现在还是买进的好时候吗 你要这样看 当你自己做自住房的时候 我通常是跟客人说分两点 你要看怎么比 如果你是从没有拥有过任何房子 那你现在如果不买的话 你就必须去租 那你也知道 现在的整个弯曲的租金是多么的贵 好高 非常之贵 所以如果你是想买 比如说八九十万 甚至八十万以下的房子 那基本上就是你自己帮自己交租 对 对吧 那如果你是想说买好一点的房子 一步到位买一个American Dream 一栋就是很高大上的房子的话 你这一百三十万 你可以买到这样的房子 有井 然后那个高质量的房子 或者你一百三十五万 跑去其他的county 比如说中半岛 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小的 但是最够很好的 也没有什么院子的房子 所以说如果要去旧学区的话 实在也可以不必说 一定要跑到一些老区里面 并且这栋房子绝对不需要 十股的Burcher Hathaway A股 才能买到 绝对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的 对 所以大家都说三高 什么雪塘高 什么高 但是我们现在的矽谷的情况 三高就是薪水高 房价高 租金高 所以我们如果跑到Tri Valley的的话 可以就近就找到了 这么漂亮的一个房子 并且可以避免到三高 所以让班人的心情 比较能够合理化一点 好的 Andra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继续跟大家介绍 更多更多的 Primary Residence 还有Investment Property的机会 马上回来